欢迎来我的audiolog 之八九 开心只有一二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享受这开心的一二 好好的去热爱生活 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在生活里 人来人往 人聚人善 不要去在意别人的嘲笑 懂你的人会懂你 如果你一直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那表示你一直都是活在别人的眼里 嘴巴是别人的 耳朵是自己的 虽然我们无法决定别人说些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去听 要不要去理会 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人也是一样 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都会成为过往云烟 无论失败或难过 要记住 告诉自己 一切都会过去的 生活只是一个过程 有喜有悲 有得有失 这是生命的常态 我们不需要总是抱怨自己生活的不愉快 不顺利 抱怨上天的不公平 其实世上有很多更不幸的人 纵使他们的生活艰难 很辛苦 但是他们还是依然笑口藏开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明白生命的常态 不是他们心中没有烦恼 而是他们明白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风年和荒年组成的 也就是说 眼泪和笑容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并存着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体会过事态凉薄 也肯定感受过人情冷暖 当我们经历足够多之后 回顾往事 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曾经放不下的人 忘不掉的事 过不去的生活 全都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时间久了还会慢慢的淡忘掉 这是说明 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所以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轻轻的对自己说 生活就是这样 休息一下别忘了明天会有阳光 当我们心情开心的时候 偷偷的告诉自己 人生总不能是得意的 生命中会有风有雨 人生就是在曲曲折折的过程中 生活就要在苦中想着幸福 在幸福中坦然 我们做人不一定要风风光光 但一定要堂堂正正 我们做事不一定要尽善尽美 但一定要问心无愧 我们守护好自己的一颗心 看淡世界的起伏冷暖 自然就能更加从容的面对生活的苦难 在起伏中继续前行 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庭院里种满了很多漂亮的小花 但冬季的到来 导致院里的一切花朵都凋谢了 小徒弟看见师父 诺无其事地打扫着落花 悲伤地问 师父您就不难过吗 师父平静地说 我昨天已经为他流过泪了 过了几个月 春天的到来 庭院里 百花齐放 这时候小徒弟非常地开心 见到师父又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很是疑惑地问 师父 您不是喜欢花吗 院里的花都开了 怎么不见您有多开心呀 师父笑着说 我昨天已经为他开心过了 在这世上走一回 不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人世间的美好和苦难吗 这故事告诉我们 不必太在意生命中的起起伏伏 只要看开了 挺过去 生活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虽然我们从不幻想苦难 但生活的确不会一直十全十美的 我们要学会自己去消化 再慢慢地幻化出正能量 激励着自己继续前行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所有的遇见 都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相遇 所有的失去 都是本该失去的 所有得到的 便是幸福 愿我们大家都能乐观些 开心些 得也开心 师也淡定 有人说生活是一种享受 也有人说生活是一种无奈 其实 生活有享受 也有无奈 有欣慰 也有困惑 人生慢慢旅途中 或许有时候 你会感觉到疲惫和沉重 但只要有一份美丽的心情 你就会感觉开心和充满自信 我们要好好珍惜人生 尽情地去热爱生活 要知道 快乐从来不是永恒的 而痛苦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 好了 如果您今天喜欢我为您选择的题材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